因为台湾要迈入老人化的社会了 敏感话题 华氏就特别找到一个103岁的老爷爷 他活到老活很好 因为每天还能做300下的福利挺身 下个鸡鸭都可以 垂眼没有毛病 来了来了 跟你们介绍个老大 他比中华民国还要大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06岁 没到医院看过病 没吃过一粒药 没用过健保卡 没用过呀 真的 全部蒸牙齿 全蒸牙齿什么也假的 我牙齿比赛我还冠军呢 牙医都赚不到你的钱 赚不到钱 我走路都是慢大步走 路不只是人走出来的 还是人锐走出来的 106岁的崔介臣 华氏记者五年前就登门拜访 五年后再到贵宝地 爷爷一样寿比南山 还稳如泰山 这我还做1080个呀 那一阵子我都灯灯响 你看 爷爷你厉害 你无敌铁金刚了你 天哪 崔爷爷可帮男人 争了一口气 因为内政部说 去年男人平均活76岁 女人活更久 83岁 比美国女人还长寿 台湾女人十年来 平均都活得比男人还久 多活了6岁 男人哪里不快活 他都在家里外边 男人在外边碰车了干什么 出事啊下车出事啊 因为男人要拼事业 爱拼才会赢 还有人说女人长命百岁 有三招 唠叨撒娇和哭闹 女人哭 以融化 男人哭呢不像话 老婆唠叨躲开啊 出去了 老婆撒娇的时候怎么办 撒娇的 撒娇的 用钞票给你钞票就好了 饭菜凉了可以热呀 女人一生下就完了 你都多大了 女人的黄金期就这几年 剩下来就完了 过了这个村儿 她就没这个地儿了 我跟你讲 你真是有一天 你晃得上老公年 你可别怨我啊 你别说了行不行 当女人的武器是唠叨 男人的盾牌呢 就是忍字头上一把刀 夫妻能忍和睦 父子能忍慈笑 兄弟能忍清长 每天如有三个人 俯字来袭 祸字修 我编的这几句话 我做到了 记者黄敏慧 刚起年台北报道